八八理財友方 讓你財富N四方 我是雅芳 我是舒賢 歡迎今天的來賓 首先先介紹的是我們馬相馬老師老師好 馬相你好 另外歡迎是我們華信投顧的副總 李永年副總 副總你好 永年小姐好 好 另外的是我們 應該第一次來到我們八八理財友方 歡迎是永全國際投顧的總監 陳偉永年副總 兩位兩好 大家好 我們歡迎三位來到現場 不過在今天節目一開始的話 恐怕又是一個鮮壞的消息 歐美股市又跌了 而且這個看起來又是一個重挫的情況 我們請簡介帶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從畫面上來看到 現在是美國期貨盤 那麼都呈現持續下探的一個壓力 還有在歐洲股市的市場方面 我們看歐股的部分 那麼現在 特別是法國跌一%多 德國也是 最主要是希臘的 對 之前希臘的部分不是說 應該有一些比較緩和的機會嗎 結果 現在看起來IMF的部分有點翻臉 這協商到最後他直接走人了 真的會走嗎 走了 所以現階段的話 也讓梅克爾跟他的財政部長 吵架 一個說讓他留著 一個說讓他走吧 要不然這個問題很麻煩 所以歐洲市場方面的話 已經聯絡到在美國市場的部分 這是一點 另外一方面 在我們今天節目一開始的話 又是一個焦點的話題 這就是一個好消息了 好 好消息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今天關鍵密碼 那麼勝率是多少 90% 多頭向前衝 沒錯 勝率90% 90怎麼來呢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歷史統計數字裡頭 下個禮拜我們馬上就端午節了 端午節前的這個變盤 前一個禮拜這行情到底好或不好 十年當中有九年是漲的 所以多頭要向前衝 好所以這個九成是按照過去端午節變盤 但是我們希望這一次也是繼續往上變 沒錯 不要再往下 特別我們看到今天台北股市開低之後震盪 很可惜我們看到 在整個年限還是在這個禮拜也沒有辦法收復 那週限的38點 外資部分持續站在賣放 而且是連11賣 累計11天賣670億 那自營商稍微轉買 大概是在期貨的空間 蕭小回補 下個禮拜三 就是要結算了 要結算了 沒錯 所以在結算之前的話 會擔心 結算當然只是一個過程 會不會擔心壓力結算 等一下來告訴大家 另外一個焦點話題部分的話 這也是最新消息 巴克萊跟進 跟進什麼 調降了台股的目標價 好 之前是瑞穎對不對 開支一槍 緊接著是 巴克萊 古月寒先生 不是就更早了 對 古月寒先生他是把這個高點 往到明年 就是明年的第一季再見了 不過老師也是大家討論 所以現在巴克萊是緊追在後 也是比較保守來看 那巴克萊今年買超台股四 4.12億 那麼創6月2號來 擔任最大的買超 今天買台積店 就達到2850張 那麼大概是換算4.1億左右 對沒錯 今天買了4點多億的話 他壓在台積店身上 可是更特別的地方 巴克萊1萬230點 下調到下修到9990點 差10點而已 是不是代表著 它是不是暗示著 萬點的行情已經過去了 這個部分 我們請馬哥部分 一開始來跟我們討論一下下 尤其馬哥剛開始的話 我們請一起來看一下 剛剛所提到這個 就先從巴克來開始好了 差了10點就要萬點 對 這個下修動作 是不是有什麼暗示呢 暗示可能就是 剛剛蘇先生講的 萬點大概不太容易見到 其實今天可以看到 在外資券商裡面 有大概六七檔 這些公司事實上 都看到萬點之上 看到萬點之後 真正來到1萬014點之後 就可以看到頂端 就沒有再出現過 一路的往下修正 你說巴克萊修正到9900點 其實你可以看到 瑞銀修得更凶 修了600點 對 那只修了240點 對不對 所以修正幅度大勢 在瑞銀 基本上我們強調就是說 以目前看起來 外資還會看到 將近9900點或萬點的附近 我想就是說 今年以來整個外資 整體外資買超 差不多快要2400億 2360億左右 在之前 但是到目前為止 賣超是600多億 所以基本上 到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到指數 已經快要回到 年初的一個位置了 表示什麼 表示今年外資 他這邊 你不要以為他很厲害 他很多股票 其實這邊你不要說別的 他也是套牢在其中 也很多 也是有苦難言的很多 今年 對 今年也是有苦難言的很多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勢必還是要維持一個 9900點 你一看 現在還有9300點 還有600點的空間 但是對不起 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再去幻想 我們回到實際的東西 大家看看 很多的股票 其實已經回到6000點的位置 甚至之下了 腰斬了一大堆 所以投資朋友們 注意到一個重點 這幾個禮拜以來 我們一直跟各位強調 你的股票的選擇 比大盤更重要 是 所以一步起來看 當然大盤還是要強一個重點 剛剛雅芳提到 過去10年的端午節 對不對 好像有90%的機率上揚 那我告訴各位 這裡還有一個訊息要特別注意到 2008年的時候 跟2012年 這兩次是由空頭的排列的格局之下 出現反彈的 有兩次是這樣的 你說是2008跟2008 2008跟2012 2012 對這兩次 那剩下的這幾次 那2006沒有對不對 是維持在平盤 對 剩下的幾次是 剛好現行是一個多頭的排列 那就目前來看 大盤的結構 講真的已經跌破年限 還在年限附近游走 你說是多頭 講真的還是有點牽強 所以我認為 在這個地方 端午節之前 當然我們強調 因為今天大盤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小跌量縮對不對 量縮表示要下殺的力道 是減弱的 在這邊空頭短線上 也稍微有休息的一個情況 對 如果沒有彈身上去 下來的力道是不大的 第二個注意到 這一波下跌以來 只有出現過一次的 小的跳空缺口 這個小跳空缺口 只有一點而已 所以相對來看 它不是出現連續性的急跌 那也就是說 在沒有連續急跌的格局之下 基本上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一個小的一點 一點的跳空缺口 所以並不是那麼大的情況之下 對於多頭來看的話 要做連續性的灌壓並不大 所以在底下我們看到 量縮之外 KD指標來看一下 目前也在相對的 一個低檔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 它要往上 往下再去 這個超跌的機會 我剛剛說過量縮 我認為機會不大 所以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往上做反彈 但下個禮拜三 因為有一個 結算 白奇指的結算 目前外資的 空單的部位 大概還有1萬6千多口 說多不多 但說少也不少 它可能上去之後 會在7月份的部位 做建商的動作 但基本上 在這個地方 如果短線上下跌 它也會有回補的力量 所以在這個地方 短線上注意到 金融跟半導體 注意到今天可以看到 金融三雄 哪三雄 趙鋒金 富邦金 國泰金 大家曉得昨天報紙刊登 對不對 這個金融金控股 前5月賺了1500億 又是創一個歷史新高 賺錢賺了非常多 所以外資在這一波 事實上 之前金融股買來非常之多 沒有辦法跑 所以這時候勢必 在金融股 它會再做一些琢磨 拉抬指數 可是要注意到一個重點 很多二線中小型的金融股 已經呈現空投排列了很多 所以投資朋友們要解釋 你手中的持股 特別注意到 第二個在半導體的族群 大家注意到 我們稍微跟各位報 大家可以看到 在金融股外資買到 第一名 趙鋒金的限期是最強的 幾乎要越過高點 另外國泰金 跟玉山金 另外可以看到中信金 富邦金 大家可以看到 這幾檔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昨天剛剛公布的 前5月的獲利 這幾檔金控股 獲利算是相當不錯的 但注意到另外一檔股票 叫做世界先進 這檔電子股 最近外資買了 連18買 連18買 注意到 世界先進這一波的 往下修正 是因為市場認為 台積電的 12寸晶圓廠的製程 有稍微空檔出來 所以他就把 原來世界先進 一部分的客戶的訂單 拿回去到台積電身上去做 但是昨天的法說 張中文已經說得很清楚 對不對 一片光明 沒有烏雲 我們期待第三季 會不會只有台積電一片光明 沒有烏雲 我跟你講 只要台積電沒有烏雲 我跟你講 後面有很多的條件 都會出現顯現出來 待會我們再去做 比方講 最簡單 你看聯發科 今天又過一個短線波段新高 我們從第一天來這個節目 就跟各位講 聯發科 你千萬不要再去看壞他 就不講他 可以看得很清楚 為什麼 是有他的背後條件的 所以我剛剛說過 世界先進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第三季開始 整個物聯網 車聯網 相關的幾個這個 所謂的這個 大數據 相關的這些題材性 我認為都會持續發射 格局之下 對於世界先進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波 它的這個反彈的力道 會相對強力之外 法任的買超 我認為還會有持續的一個進行 這檔股票可以多加 留意跟追蹤 所以回到大盤來看 這個剛剛講到 在禮拜三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台積指結算之外 另外注意到 半導體的三雄裡面 這些三檔往上走 第一個剛剛講到 台積電 來看一下台積電的圖形 一定要跟各位講 台積電你千萬不要用 技術裡面去衡量這檔股票 為什麼 來麻煩導播把圖形縮小一下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頭部警線跌破對不對 各位注意到 跌破警線弱勢的股票 它不會回到警線之上的 但是它能夠連續兩天 回到警線之上 表示什麼 這檔股票還是被外資 在座空盤的 那也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短線要做集錯的機會大 另外一檔聯發科剛剛講過 但是唯一比較弱的 就是日月光 日月光今天也是 往上做彈生的一個百分點 但日月光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地方 頭部的形態 好像就比較差一點 除非短線上 能夠趕快回補到這個缺口 不然的話 基本上日月光跟細品 雖然第三季 看起來是一個 營收的高峰期 可是看起來短線 修正的空間 還沒有做一個結束 所以投資朋友注意到 下禮拜我認為 在這邊持續做整理的 格局的機會是大的 沒有要往上做集談 都不用過一代 集談的格局之下 就要稍微謹慎小心 OK 好 所以馬老師的重點 是不是就是說 下禮拜是這樣說 當然是再跌有限了 對不對 而且這裡頭 還留了一個伏兵 放在這個金融類股身上 剛剛在金融類股的部分的話 包含像趙鋒競的部分 這些都是外置圈的話 非常是非常重要的 著目重點 接下來在剛剛所看到 在除了金融類股 多頭伏兵之外的話 接下來要請我們 詠林兄的部分來看一下 今天大排行情裡頭 有幾個特別的現象 剛剛頂明到HTC部分 或者是在整個 在所看到夜城之外的話 我們看到TPK的這個部分的話 都是原本比較弱勢的股票 包含在台大電 結果今天盤中早盤殺地之後 尾盤都來到紅盤 甚至往上衝 我們特別秀出來 來看到夜城 這個擠壓TPK的身上 這裡頭有一些小故事 我們請詠林兄告訴大家 OK 好 事實上 這一次我們摩根大通 把這兩檔股票 一個當作狐狸 一個當作走樣的獅子 走樣的獅子 走樣的獅子是怎麼樣 就把陳宏 什麼樣的走樣的獅子 看我就知道了 毛也掉光 爪子也頓 牙子也掉光 很帥 OK 其實我要比的話 我要把這兩家公司相比的話 其實我會把它比成 一個是含著金湯池出身的富二代 另外一個是走樣的街頭鬥士 因為他是從街頭出身的 可是他不好好保養 每天喝酒 什麼的 這個身材就走樣了 所以這兩個人對打的話 你說誰會贏 他狐狸 應該對 應該是富二代 贏的機會比較大一些 更重要的是怎麼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夜城他的副爸爸 是鴻海集團 鴻海集團 鴻海集團在群創 他這個總經理 董事長他是從群創出來的 那個莊鴻人 他非常有名的一個福將 因為群創很少賺錢 可是在莊鴻人當董事長的時候 是他最賺錢的時候 所以他把他請來夜城當董事長 希望能夠沾他一些福氣 至於說這兩家所生產的重要 他們的主要生產產業 都是在觸控面板的方面 觸控面板的方面 我必須要講 如果說我們現在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陳鴻 他過去的走勢圖 看他的這個夜線圖的話 我會看得更清楚 月線 用月線圖拉到最長 拉到最遠的時候 大家看到沒有 他在上市之後 最高價來到982塊 那現在是多少 現在最低是到147塊 今天收盤價190塊 我現在講的 重點在於說 今天夜城上市 大家都把夜城跟TPK 兩個在這邊火拼 可是我認為 現在的問題不在於說夜城 這個陳鴻最大的問題 在他自己 第一個在他自己 因為從他上市以來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 有進展過 什麼叫進展 就是說他一直在 一直在執著於 他做貼合式的這個面板 觸控面板 那可是現在 大家已經進步到 這種嵌入式的 就是這個Incel 這種的這個面板 那他一直不願意進步 他一直也不願意把它的技術提升 那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貼合式的觸控面板 這個他這個門檻很低 技術門檻很低 那現在大家在講 紅色供應鏈的問題 他就是面臨紅色供應鏈衝擊的 最主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大家投資朋友來看 如果說我們從月線來看的話 你看波浪理論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現在是在第四波 標準的第四波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第二波是個簡單波 這裡呢 第四波是個複雜波 完全按照波浪理論來走 那麼第四波走完了以後 理論上來講還有個第五波 所以今天在尾盤的時候 TPK往上拉高 這可能是 如果手中握有這些股票的話 是應該逢高減碼嗎 我會比較建議做逢高減碼的動作 但逢高減碼就需要轉進夜城嗎 不一定要轉進夜城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因為你要看一下 觸控面板的未來怎麼樣 可是當然 這個以夜城來講的話 因為現在呢 因為夜城第一天掛牌 還沒有他的K線圖 可是呢 我們從未來的基本面來看的話 因為夜城呢 我們都知道觸控面板這一塊 在台灣賺錢的 真的是沒有兩家 那幾乎都在賠錢 可是呢 夜城呢 他在今年第一季 就是最淡季的時候 他還能獲利0.13元 那這樣子意思就表示怎麼樣 因為他去年的獲利是4.7元 那表示呢 今年呢 他在下半年一定會大幅地成長 尤其的下半年的時候 這個iPad 這新的iPad 這一些的蘋果的Apple Watch 都會開始出來 所以呢 對於夜城來講的話呢 你看 看一下這個比例 這個比賽 看起來呢 他的股價是贏的 他的這個營收是贏的 可是呢 他的這個EPS 輸太多了 對不對 輸太多了 你要知道 這個TPK呢 他在2013年的EPS是多少 21塊9毛耶 他在一年之內 他的EPS會掉下來 21塊錢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墮落的 這麼快的一家公司 那這個 這讓我們想到誰 2498宏達電 可是他是不是 有一些轉投資的部分 有沒有 他 說實在話 他目前是沒有什麼轉投資的 他就是呢 在做這個 轉投資達宏 但是也沒賺錢 可是也是沒賺錢 對 所以呢 不值得一提 現在問題就在這邊 他現在 江朝一自己本身去轉投資這個生計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 他要轉生計 江董 對 保肝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們也講這個 就是說 你看 他現在的股價是贏的 可是呢 股價不代表什麼意義 因為隨時可以跌下來 對不對 那現在要比的是怎麼樣 EPS 比EPS呢 就在說 這個今年第一季 這個葉城 他還賺0.13元 可是他賠了 3.06元 當然他可以有話講 他說我說 他可以說 因為我下門場失火啦 所以我有這個火災的損失啦 怎麼樣 可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 昨天他在股東會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我們第三季的這個營收 虧轉營 會這個成長 比第二季成長 對 這個三成 對不對 會比第二季成長三成 問題是他沒有講說 第二季我會賺多少錢 是不是 我在上一次來的時候 我就講過了 很多公司呢 用跳 用跳騎士的講法 他就說 我不提我第二季會怎麼樣 我講我明年會很好 那第三季 第四季 可是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想 我現在第二季不好 我現在股價就在反映這個啦 那我未來看的是第三季啊 不是嗎 喔 不是這麼講 為什麼說不是這麼講 因為呢 我這樣子講 他第一季就賠了3.06元了 第二季呢 看起來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第二季我還是會賠錢 對 他不提的話就是我還是會賠錢 對 我們現在假設他上半年賠4塊錢好了 請問一下他去年才賺了0.84元 那他今年有辦法在下半年賺到4塊錢以上嗎 困難度很高對不對 尤其現在又出來一個夜城呢 跟他搶市場 OK 而且呢這個夜城呢 因為有傅爸爸在那邊 那傅爸爸呢 跟這個Apple的交情又這麼好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呢 全力栽培他這個第二季 好 所以永年兄的看法裡頭 他認為說這兩檔股票這是一個比較 可是之後的話 投資價值可能有更好的標的了 對 那不過呢 如果是真的要做觸控面板的話 尤其呢 人家所謂的初生制度不畏虎 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真要投資 我會投資這個夜城這檔股票 好 非常謝謝永年兄 當然還有其他有更多的選擇 所以這個也這個意思 是 好 接下來要請我們的威良兄的部分 也來看一下下 其實在今天 因為下個禮拜三 馬上台紙棋要準備要結算 所以這裡頭 其實結算只是一個過程 但重要的是 這還沒告訴你 好 那我想 因為上個禮拜 6月4號的時候 我們突然看到外資在 台紙棋的未平商空單 突然爆增 來到2.5萬口 結果我們就趕快做了一個統計 發現說 從民國96年以來 總共有5次 當外資的未平商空單 首度超過2萬口以後 到底整個大盤指數 後面的表現怎麼樣 那我們觀察5天以後 20天以後表現 那前5次的經驗來講的話 尤其是20天後 這個代表一個短中期的 一個動人來說的話 其實有4次是下跌的 5次裡面跌4次 可見其實這個外資壓盤的力道 是非常明顯 也就是說當每次他來到了 因為這是6月4號的 對 在過去統計他的空單 如果超過2萬口以上 那應該是跌多於漲 沒錯 過去就是跌多於漲 對 那這次會再走以前的模式嗎 會循著過去的模式嗎 如果用過去的經驗 那就看 這一次來到2.5萬口之後 確實最近的5個交易日 大盤指數又跌 而且還跌破了年限 那我想其實現在台紙期 在下個禮拜三 馬上要面臨結算了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 從整個外資包含 從期貨跟現貨的角度 來做一個研判 到底它短線上面 跟中長線上面 對台股的想法是什麼 我認為第一點最重要的觀察 是在於目前新台幣的走勢 因為其實本波來看的話 先前日幣也扁 韓元也扁 整個亞幣都在進扁的過程當中 台幣相對是呈現比較抗跌的 那這種抗跌狀況之下 其實已經打壓到台灣的出口 台灣經濟 所以最近其實央行的態度 就已經有點轉彎了 反倒是最近其他亞幣 慢慢有點指紋的狀況之下 倒是看到的是現階段 台幣開始呈現比較弱勢 那如果一旦弱勢的時候 很可能會影響到外資這個地方 它似乎是會有點 往外去做一個撤退的一個動作 那即使一時之間 它沒有辦法馬上去把這個現貨 大量的提款的狀況之下 它只好透過其他管道 包含像期貨的放空 或者是說在借券市場做空 那這是第一點 我們要去特別留意的 在資金面的一個變化 那第二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大家看到說 今天的外資在期貨市場的一個交易 結果發生是 回補了2544口的空單 那整個未平常水位 有稍微降下來一點 降到1.6萬口 好 那投資朋友會想說 這裡是代表外資有要翻多了嗎 那我認為這個地方 並不是這樣的一個訊號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的逆價差只有14點 可是今天呢 一口氣放大到了34點 所以逆價差就 現在期貨價格是低於現貨 低於現貨 對 那如果說這個34點的逆價差 它勢必會引誘外資去做套利 也就買低的 賣高的 那買低 所以它回補期貨 賣高的 所以它今天現貨 繼續賣46億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 它不是翻多 它只是套利 所以回補空單 那第三個觀察呢 我們看到包含是在 目前的三大棋子 從大盤的台子期 電子期 金融期 其實都逆價差 所以這裡面呢 小小給各位交個人稅 雖然看到今天外資買超 好像蠻多金融股 不過金融股的逆價差是最大的 所以看起來外資還是維持在這種 比較中性 甚至帶有點兩手策略的味道 那最後一點 我想其實很有趣 就是在整個借券部分 那因為借券 又新高了 借券部分 真的會讓大家乍看之下 會很擔心 因為昨天我們就提到說 來到667 73萬家 今天繼續往上創新高 來到673萬 昨天667 我們在想說 那麼新高 那代表什麼意義 那就請您進一步來幫大家解讀 好 我們看一下 那其實畫面中所看到這個 紅色的這一條 那這個是代表 整個外資的一個 現貨的一個操作動向 那近期呢 當然其實在9500點之後 外資是大買了 大概有1000億左右的一個 現貨部位 那綠色的這個柱狀體呢 代表的是外資的一個借券 很明顯呢 其實在過去兩個月 不斷的攀高 那目前是來到673萬張 史上最高的一個水準 那這個代表就是說呢 因為外資 他其實在9500點到1萬點 這個相對高漲區間 他真的是買了蠻多的部位 那現在呢 一個巴掌拍不響 後繼無力 發現內資不捧場 外資一時半刻也撤不走 只好呢 不斷的透過借券來做避險 那這個其實並不是真的 有去壓制行情 或者是說比較偏控想法 如果我們去對照去年 因為去年呢 當時大盤指數呢 從8月9月一口氣跌到10月 9500點跌到8500點的時候 當時我們看 紅色的這一條是外資賣超 那綠色的部分是借券 他也是一直在增加 那就代表說 當時是空上加空 他現貨賣賣不夠 還借券再賣空上加空 所以當時確實讓整個大盤的 一個行情是跌得 這個七分八數的 但是呢 最後還是要讓大家去注意到一個現象 我們圈起來這個地方呢 是借券的波段相對高點 有沒有發現當時對照的位置 當然他都是相對 是大盤的相對低點 不見得是絕對低 但至少他的下檔風險不會很高 而未來呢 一旦外資 他開始借券做回補的時候 形成了這個買盤推升的力道 所以接下來指數往上漲的時候 剛剛到外資 借券這個綠色部分一路下降 那我們再看現在這一次 借券從低點攀高 也來現在來到最高點 大盤對照的位階 又剛好是相對低檔年限的附近 所以未來如果這個地方 大盤能夠先手穩 那當然就有機會 我覺得 他就反向去加外資 就是這樣破他去回補了嘛 對不對 或許端午的前後 就有機會看到外資 開始有翻多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麼高的水位 從未來這邊講 你也不用太擔心 肚子也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好 先謝謝三位 我們準備要先休息一下 回到節目上開始 鎖定的事 牆的柔整牆 在這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